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都启程 向元朝的都城大都走去 元大都 突厥语称为韩巴黎 亦为大韩的居所 元代实行两都巡行制 每年的夏季 皇帝率领卫队 由大臣百官陪同 从元大都及现在的北京启程 进入蒙古草原的上都避暑 大韩在北方草原到海边的广大领地上 举行大规模的游列 而从九月到第二年的二月 大韩则居住在大都 接见前来朝拜的各国使节 马可波罗抵达大都 就是跟随忽必烈环朝的队伍而行的 当时从元上都到大都 共有从东到西三条线路 而中间经今天的坝上 果军关直抵北京的线路 就是昔日的中路 距离不过八百华里 年轻的马可波罗进入大都 他一下被眼前的一切惊待了 据马可波罗邮寄技术 在元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 不仅仅是中国境内南北的 山豪鞠谷 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 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 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当时的史料表明 载运生思到京城的马车 每日不下一千辆次 当然不仅是他描述元大都 他对其他的汉区 他也有一些描述 他就是完全是一个余外者 包着一些新奇的眼光来描述的 他倒没有太多的一些这种语意 他就是新奇 他所描绘的大都 首先是大都的宫殿 包括太子宫 他描写得非常详细 这地方的建筑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汉地的 那种传统的宫殿 因为那时候的大都城 应该说建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奠定了我们现在 明清北京的这个格局 马可波罗只是看到了 大汗忽必烈大都的繁荣奢华 他并不知道 大汗选择北京这个地方的真正用意 我们看这个袁大都的这个位置 它是这个北边跟西边有燕山山脉 燕山山脉的外面 就是蒙古起家的这个原来的草原 跟它的这个沙漠 西南方还有太行山作为屏障 东陵渤海跟黄海 在它之前的辽津两代都已经选好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首都 所以它 然后它跟南控中原 还有东南沿海都在它这个南边 所以这是 在地底位置上是个非常理想的 作为一个首都的一个地方 让我告诉你 袁大都的方方面面 它是为何又是如何而建的 这座新城不仅庞大 而且如棋盘归正完美 其设计周密 简直难以描述 因为胡比利汉 它带来的是蒙古族 还有各个地方的 这个少数民族 它的本土宗教信念的这些人 它要能够把那么大的一块 地方的各种的人都治理好 那就要用以汉处的文化为核心 所以它规划设计 袁大都城的时候 大家都不反对 以这个大自然的基本法则 来安排我们的这个城市 袁大都自1267年开始建设 直到1285年才宣告完工 历时18年之久 袁大都奠定了今天 北京的城市主体结构 明清两代的北京城 都是在大都的基础上 不断地发展 虽然大都是一个 由北方草原民族 建立王朝的都城 但是它的城市设计 却深刻地体现了 中原文化的精髓 袁大都是中国历代都城中 最符合州里建制的 一座伟大城市 袁大都新城规划 最有特色之处 是以水面为中心 来确定城市的格局 这可能是和蒙古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惯 还有他们亲水而居的 深层意识有关系 袁大都的街道 都是规划整齐 精维分明的 相对的城门之间 一般都有大道相通 马可波罗游寄技术 全城的设计 都用直线规划 非常壮观 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整整17年 其中最多的时间居住在大都 因此他对袁大都的技术最为详尽 游记几乎涉及了当时原朝帝都生活的各种层面 城市规划 商业贸易 百姓民生 政治斗争 宗教生活 建筑艺术 乃至节日欢庆 在后世的战火中 袁大都被毁掉 马可波罗记录下如此大量详实的文字 弥补了今天 关于元朝史料记载的诸多部组 整个袁大都 马可波罗所看到的袁大都 由刘秉中来规划设计 主持人是胡碧烈 他就是把中国的这个州议哲学 整个州议哲学 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实体 他北面是代表冬季 东面是代表春季 南面是代表夏季 西面是代表秋季 这个中轴线呢 在南面的中轴线是代表阳 在北面的中轴线是代表阴 这条中轴线是城市的灵魂 阴和阳 日和月 人和自然 生和死 这些象征着宇宙中最本质的力量 贯穿北京城市腹地 虽然经过几次朝代更迭 战火洗礼 从忽必烈赤造元大都 直到今天 北京的精髓和基本格局始终未变 保持了近八百年 一座城市设计建造的如此完美 难以想象任何人可以对它进行改进 它就是被世界洗洗多多国家 包括中国的梁思成 都给它很高的一个赞意 认为它是世界城市的东方文化的一个杰作 是世界的这个城市 国土城市有洗洗多多的杰作 手去一指的就是北京 元朝的皇宫在后世的战火中被烧毁 明朝时重新修建成为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故宫 当时这座皇城的建设征用了超过百万的劳力 并从全国征集了最优质的建筑材料 原皇宫占地广袁 拥有九十多座宫殿合近九千个房间 更为可贵的是 它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色彩的搭配 雕塑 甚至每一块石头 都饱含深意 代表着和谐 秩序和等级 马克波罗所看到的颜大度 他就是表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 人和人之间的和谐 各种宗教信念 各种不同皮肤的人的和谐 人和自然的和谐 和动物植物 甚至马蚁这些的和谐 就是让每一个世界上的生物 它都是孤阴不长 独阳不生 阴阳结合的一个活体 这个活体在世界上 都有给它一个平等的 和谐的生活的潜力 这个就是中华文化 表现在颜大度 马克波罗所看到的颜大度的 这样一个 除了金碧辉煌的皇宫 马克波罗对北京的另外一种建筑 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就是北京的胡同 胡同 这两个字 原就是蒙古语的意音 公元1267年 元朝在毁于战火的金中都原址东北部 按周里这原则建立了壮如棋盘的大都城 元朝的官僚 贵族们 就纷纷在都城内盖起了住房及院落 这一间间房屋 一个个院落之间要采光 通风 还得流出进出的通道 便形成了胡同 北京的胡同 绝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 交通的通道 它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 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 风貌和特有的味道 石刹海是北京腹地的一片难得的水域 它是原大都规划设计的依据之一 元朝曾依托这一片水域 在都岸确定了都城建设的中轴线 这之后石刹海成为元 明 清 三代 城市规划和水系的核心 在石刹海沿岸 保存有北京完整密集的胡同 和最地道的老北京人 今年76岁的赵大爷家住在石刹海的菊儿胡同里 到他这辈已经是第三代了 这些年随着城市的改扩建工程 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很多老邻居都搬离了他们世代居住的这条胡同 去年赵大爷的孩子结婚 搬到了离他较远的回迁房里 这个小院里就剩下赵大爷一个人了 平日里照料房顶上的花草 是他最看重的事情 这个我跟这屋里的话就住四五十年了 还勾着个监房 上头能养花 这是我的梦想 当然呢 因为我 我们家里头是 七八十口的人 都出去了 都在二环以外 三四环五环六环 就是我一人 他们有时候一说到北京来到这来 他说到这来到我这点嘛 还跟那小屋里住着 没变 挺好 改变 无论对于一个人 还是一座城市来讲都不容易 但有时他也是唯一的选择 在时代车轮裹挟之下 改变或许才是延续的唯一方式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 中国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 北京的城市规模也急剧扩张 七千多处建设工地日益继业 一百三十多万名建筑工人投入其中 北京城改造的速度和规模 史无前例 十条高速公路 六条环城公路迅速建成 古老的北京迎来了新的时代 我的想法呢 将来以后 政府再改建的话 那你一进这院 你看我这一片石头 我这院里整个铺成一片 但是这些东西呢 不能来回搬家 搁在哪了 适应了 这棵花起来了 别动它了 今天搬哪 它就得死 离赵大爷家的石榴树不远的地下 世界上最大的地下交通系统 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 一条规划贯穿北京城南北中轴路 全长45.6公里的地下铁路 正在紧张地施工 在过去的短短几年中 北京的十一条地铁线路 纵横延伸400多公里 平均每天的运客量 突破一千万人次 这是一条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系统 那个时候的2010年 北京的地铁只有280公里 所以我们到现在大概是 到今天2014年 已经有差不多400公里了 到了习主席讲的2020年 所有的我们的国民经济产值 要翻一倍的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地铁才有希望到达1000公里 北京城的街道又直又宽 从一头可以直接看到 另一头城里的宫殿临次置笔 还有宽敞高档的酒楼客栈 富足的人群摩肩接踵 因为每天有人奔向灿岸的青春 一座城市永远都不会老 CBD北京商业中心区 它是众多世界500强企业 中国总部的所在地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柱角 这里是城市中最为繁忙的地方 上百万的人在这里工作 人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 在北京这座超级都市中的位置 这里是CBD核心区的一处建筑工地 它位于中轴线的东侧 是北京最为黄金的地段 2018年底 这里将建成一座名为中国尊的摩天大楼 高度预计为528米 它将是这个城市新的地标 这边就是最重要的天安门广场了 再往北是紫禁城 那么目前所进行的施工 可以看到让它恢复到北京 这个最盛世的一个情况 吴晨是中国尊的设计师 他是首位获得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等 国际最高专业资质的大陆建筑师 在过去的几年间 他主持设计了北京南站等大型公共项目 中国尊是这个年轻的建筑师 一个新的创举 中国尊的这个地下室 现在正在地下室的这个施工 将来呢这边将来是这个交通的管房 还设计的管房 在这个Z15的中国尊的这个两侧 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南侧地方 这边呢这个是这个文化中心的这个项目的 我们的工作 我们选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个礼器当中 是一个天尊的一个形象 那么像一个人承接着天上的一个恩泽 将来是一个非常闪光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标志物 很难得的一个情况是这么一种 超高层的这个建筑 能够跟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么完美的一个结合 过去30年里 北京焕然一新 但无尘新项目的规模和远景 说明北京的发展 依然很快 北京呢是一个千年古都 它辽 金 元 明 清 都是首都 所以北京有很多古迹 现在呢北京同时呢 现在呢又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是商业中心 文化中心 政治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何保持北京的古代风貌 和它大都市地位之间的关系呢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不光是北京 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面临着这个挑战 马可波罗一定认不出 如今由钢筋水泥建造的现代化北京 但北京永远是北京 最后的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随着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建设和发展 我们非常可惜的或者非常痛心的 就很多传统都这个不复存在了 但是呢它的这个格局还基本上保留了这个原来 我们说这个北京最辉煌时期的这个基礼 整个城市的中州县 整个城市的这个保护区 元朝比如说当时以古楼为核心的这个城市 包括石大海地区 包括我们现在北中州地区的区域呢 还基本上这个保留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拔抵而起 老北京的保护工作也愈发紧迫 作为一个北京长大的建筑师 吴晨觉的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世界的完美结合 是他最为看重的事情 保留原有传统的情况下 变得越来越美好 所以呢就是我们更有责任 让北京呢恢复到 或者说复兴到一个更理想的一个状态下 让这些曲呢能够更加鲜活起来 更加有生机的存在在北京的这个版图上 和北京的历史上 北京依然是个兼容并序的城市 保留了每一个时代的印记 从忽必烈到明朝重建 甚至包括今天拔抵而起的摩天大楼 还有很多可以讲述的故事 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 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当时 原大都的开放 包容 复数和繁华 今天 古老的北京更散发着前所未有的活力气象 它是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之一 也是一个举办过最成功奥运会的城市 它是拥有超过两千万常住人口的超级城市 也是一个每年接待超过一亿五千万游客的国际大都会 马可波罗的旅程还将继续 从金碧辉煌的元大都出发 向南 沿着大运河前行 在接下来的旅途中 它亲身感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利工程 和当年的马可波罗一样 今天怀揣马可波罗游记的意大利青年 也会看到当代中国人的又一项创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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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